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港式酥皮蛋挞 那每家的蛋挞的配方 和每个家庭的做法都有些不同 今天我给大家一个配方的配比范围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上下调节 再给大家介绍我觉得比较简便的方法 今天我们用7.5厘米的模具 做半打6个蛋挞 用半杯的面粉 应该是在75-80克这样 无盐黄油40克左右 是面粉的一半 要室温 如果冰箱里拿出来 你就要在微波罗里打个20秒这样子 回软就好 放一点糖 一个tispoon这样 最后放一勺牛奶 大约在15cc上下 这样的适度 能够这样捏起来就好了 那如果你不喜欢太油 你就把油剪到30克 但是要补上牛奶 否则太干 这团面好我们要花个分把钟 给它捏紧致一点 然后给它分成六等份 大约爱十克到爱十爱克一个 搓圆 按平 直接放到模具里面 然后用你的拇指 朝四面 朝上推这样 一直吹 推到模具的边缘 这个边缘要捏结实 要露出来一点点 不能露的太多 也不能露的太少 因为太多的话 你等会拿的时候 它容易断 那太少的话呢 你又借不到力 所以像这样露出来 一点点最合适 最后用牙签底部的地方 扎几个小孔 让它透透气 底部可以再给它安一安 这样就四平八稳了 那做好后呢 放冰箱冷藏一小时以上 那放隔夜一天两天都没问题 干了可以叠起来 包好不占地方 所以这些活呢 你可以分开做 这样你就不觉得累了 那烤之前呢 我们再做里面的甜葱物 一个整鸡蛋 一个tablespoon的糖 那如果你不喜欢甜 就放平一点 先给它打散 100cc的液体 你可以是全牛奶 这样就比较浓厚一点 你也可以换10cc的水 混合成100cc的液体 其他添加剂 一律不佳 然后把这个蛋液倒到杯子里面 因为它有这个嘴 方便倒出来 然后你可以过筛 但一般在家里做 我不过筛 你过筛过掉的都是蛋清嘛 留着也没有什么不好看 还省事 烤箱先预热 里面的架子先拿出 温度是到400度 调到烘焙 时间我们把它试到30分钟 先给它预热3-5分钟这样 蛋塔胚子从冰箱里拿出来 直接就放在这个架子上 倒到它8分满这样子 直接就这样把它送到最底层 那前15分钟的时候就保持这个状态 那15分钟以后呢 我们垫一张铝箔纸在上面 这样等会烤好以后呢 这个蛋面就很漂亮 25分钟左右 蛋塔就烘焙好了 那我们还是要用牙签试一试 因为每只烤箱的温度都会不一样 而且一个烤箱 新的和旧的时候的温度也会不一样 不沾牙签了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给它放置凉去 那凉了以后呢 我们只要轻轻的这样 轻一点 给一点力就可以 这样一剥 它就下来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 请别忘了点个赞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说明看一下 在这边 这边